脸上有胎记的人命运如何,不同位置代表了什么,胎记,很可能标记着未了结的前世因果。 佛说,每个人出生都有一定的缘由,脸上有胎记的人,往往是被上天所眷顾的人,胎记不一定每个人都有,但有的人一定是有点机缘在内,胎记可以预示人生部分的走向,当然对大部分的胎记人们是不会选择去除的,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悔之的影响,很可能标记着未了结的前世因果。 脸上有胎记的人命运如何,不同位置代表了什么,右边脸颊上的胎记事业发展较为上心,这样的人更加重视成绩以及事业的进步,在生活当中积极努力的去面对每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将每一份工作都做好,是他们日常的梦想以及日常的需要,所以往往这样的人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对事业极为重视以及极为上心,左边脸颊有胎记性格, 这类人在左边脸颊上有胎记通常代表性格上比较热情大方,天生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爱好旅游,爱好一种美好的生活,所以他们的心态一般来讲很好,不容易被一些困难知识所打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仍然会有一些困难摆在面前。 但是从来不会轻易的退缩,最有福气的胎记,胎记长在屁股下面的宝宝,一般做事都比较稳妥,所以不管是什么事情都会感觉到十分顺利,自然也就不会在经济上面有所欠缺。 他们一生的金钱运势也是非常好的,总会遇到一些贵人帮助自己发财,可以说是天生的富贵命了,在锁谷两边长胎记的宝宝,为人处事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善于和被人相处,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和什么人都能打成一片,会受到很多人的喜爱,人缘爆棚。 肚脐上面长胎记的宝宝一生都是比较顺利的,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波折,也不会有什么大起大落,一生都不会贫穷,从青年到老年都不会有太缺钱的时候是比较快活自在的,一般在乳房和肚脐中间长胎记的宝宝很容易受到别人的真心相待,而且异性缘也非常好,不管是走到哪里都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好感,永远都不会尝到孤独的滋味。 在额头有胎记人士有说法是前世留下的痕迹,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轮回说,另一种是孟婆说,而有胎记的传说最常见的是轮回说,一直以来有关于前世今生的各种说法甚嚣尘上。 甚至有人说人身上的胎记其实就是前世的记号,还有一种特别神秘的说法,那就是这些是没喝孟婆汤人的标记。 额头为官禄宫,这里的胎记往往被人们称作潮往散,所以这里有胎记的人一般都能出人头地,做出一番事业或者围观作换,呼和有微的,右边美股代表事业方面管理能力。 这里胎记的人在管理方面有一定的才能,会紧握自己手里的权势,对人对己都比较严格,责任心比较重。 左边美股代表合作与交友,这里有胎记的人重视身边的朋友友谊。 不会轻易许诺时吗,但是会默默保持与朋友的关系,注重人际交往,富有人情味,左边全股的胎记人,与上级的关系会麻烦一些,不服输,爱顶撞领导,容易受到领导的排挤,晋升的路上有小人,右边全股胎记的人,对下属有管理松散的趋向,属于权力的维护,专注于自己的事情,而不理下属,并且容易破财。 在橡树中,智项有很多讲究,头顶智,运气好话凶恶,真是够好运气的。 如果你有这样一颗智的话,一生都会有别人羡慕的好运气,除非是秃头。 不然这种智很难被人发现,所以快摸摸吧,看有没有啊。 这种智能使一个人逢兄化吉,转为为安,额上智,远家亲,运气一般,与亲人之间的缘分较浅,离家在外的机会很多,也很难受到长辈上司的援助,提拔,生活也叫艰苦。 不过,如果长在额头中央上方,那么说明其人心智成熟,晚年生活较安定、幸福,若是女性拥有额上智,则财运较价,但是在感情上容易有挫折,所以在选择终身伴侣时,必须仔细地观察对方的一切严行举止。 如果智得行很好,则表示在运势上拥有良好的环境与基础。 成功的可能性颇大 脸颊智,故周遭,脸颊有智的人,较可能会有法律诉讼方面的问题,他们的优点是在做事方面非常积极,靠自己的力量可以达到目标,在与人相处方面,比较不会去体会别人的心思,较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在人际关系上需多加用心,别以为只有你自己有烦恼,只把别人当作听统。 如果智得行不好,则此人特别欠缺实行力,又无法体会别人心思,因此容易遭到周围人的反感。 饿上智下巴智,无定锁,下巴有智的人,如果这个智并不是好的智。 也就是形状不良或是颜色灰体,代表一生很不安定,若不是频频换工作,就是经常搬家,居无定锁,过了中年以后会发生挫折。 而孩子的问题也需令人担心,但如果智行很好,则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会过得极为安定,幸运也会降临,而且这种人的宅运也不错。 鼻头仗智,财运滚滚,在面向十二宫中,鼻子被称为财伯宫,鼻头越丰隆,收入越多,鼻翼越饱满,积蓄也越多。 如果一个男人鼻翼饱满,鼻头丰厚,在鼻头还长有一颗醒目的黑智的话。 代表财运不错,如果有突然出现的黑智,代表会尽财,然而,要注意,如果鼻翼上有智,则说明会漏财,有财富也留不住。 额头仗智,浮露一生,男人的额头是祖夜的象征,如果有一个好智,再加上天庭饱满,那这样的男人可谓是一生浮露响之不尽。 额头,眉头上大概一小指节度的位置,一排有左肢右围,田宅智,富贵智,吉祥智,吉祥智,田宅智,关禄智,富贵智,假如天庭饱满的男人,在额头靠近发际的地方,发现一颗又大又亮的黑智。 那可是富甲一方的标志,其实也是预示着这个男人的家庭背景也很不错。 然而,此智假如发宗发案,那可却是相反的意义啊。 下巴仗智,财富一生,下巴仗智主财富,如果哪个男人下巴斯州有智,代表会有财富伴随其一生,这种男人不动产多,适合做房地产投资,或者是相貌平平的他很有可能组上有一大笔遗产。 此外,下巴仗智的男人一般都很有学问,也是懂得生活质量的人。 颜骨仗智,事业有成,如果男性有在颜骨上长有智,对其事业相当有利。 代表会在职场上有一定的地位,事业上一定会有一番大成就,长有这种智的男子,特别友上尽心,事业上有很多成功的机会,一般都是做领导的人物。 这样的男人不仅长得气质出众,走在人群中也很受到尊重。 颜角仗智,经商大户,这颗智指的是长在右颜角的平行延长线上,叫做经营智,这类男人头脑聪明,处事谨慎,是非常有想法的男人,为人处事圆滑,对机会的把握得当,属于完全靠自己发家致富,白手起家的类型,这类男人可能输读得不是太多。 但千万不可小瞧他们发家致富的能耐啊,由于他们懂得生活的艰辛,晓得珍惜眼前的一切,属于懂得守夜之人。 疤痕,胎记,智,纹身的原始符号为七杀,伤功,秒神,劫财似凶神,行冲,也作参考命局中四凶神为终神或为继神时,如无智化身体上必体现以上标记,标记,体现程度,美仇主要看继神的望衰程度,继神望而无智化的当然标记明显,丑陋。 其中,七杀,极偏观,主要为突发性伤灾,打斗,病灾手术,自我摧残留下的疤痕。 一般此巴叫丑陋,伤官多是阴顽皮,冒险,打斗受伤及伤灾,手术留下的伤疤,消神,即偏硬,代表的主要是胎记,致,慢性病留下的疤痕,也是车祸留下的伤疤,标记,消神望为,继神时期所代表的标记比较丑陋,并不会消失,面部,嘴唇有大面积丑陋胎记的。 在命局中,绝大多数都是消神强望,未病占年月柱,劫彩大多是阴顽皮,打斗,自我摧残,突发性伤病留下的疤痕,其疤痕来得快,消失得也快,劫彩为极神时受伤严重。 或为继神时望而转化成凶神,也会出现疤痕,由于极神的本性为真,善,美,因此他们代表的疤痕外人不易看到,并会逐渐淡化。 即神为喜用神受伤,为继神过望,一般都是痔和胎记的符号。 消神如为继神,体现的必是很丑陋的胎记和痔,只有当其为喜用神时,才会出现美人痔,如为凶神,如在地之,则这些标记一般有掩盖,外人难以看到,在天干,则标记在明处,一般在头部,手部等别人能轻易看到的地方,当然,有时当地之凶星继神很忘实, 也会超越天干来体现,也会出现在明处,凶星继神在年,月干的,不雅标志,必在明处,一般在面部最多或身体上部,继神在日,实柱的标记,一般在身体下部,不易看到。